防疫旅馆量能告急在北市现在防疫旅馆只剩下900多间空房 建坛专责防疫旅馆也只剩下15床 台北市长柯文这下令线缩居隔人数鼓励在家隔离 也发出征召令要尽速将加强防疫专责旅馆扩充到1300床 现在建坛还剩下几个空房 柯市长今天剩下15张 15张 两位多个床柜竟然只剩下15床可以用 台北市长柯文就听到消息很惊讶 境外一路暴增加上本土确诊数不断攀升 收治轻症跟无症状的家常版防疫旅馆已经被挤爆 而防疫旅馆的状况同样不乐观 我们目前居隔旅馆几乎是零 没有房间可以进住了 柯文哲防疫会议上脸色很凝重 最近确诊数激增 连带让居隔人数爆量 统计到期后全市已经有超过3500人 中央近期更核准 9万名移工来台 北市防疫旅馆也快被订光光 两人吃紧让柯文哲不得不改变战略 居家隔离不要圈那么大圈了 我这里就直接下令 下令征用 要赶快征用专则防疫旅馆 迅速扩增到1300床 另外也不再扩大疫调匡列范围 并且鼓励确诊个案的接触者 能够在家居隔 那个限收居隔人数 第二鼓励在家隔离 第三再增加居家隔离 三管齐下同时下去 预计扩充三家加强版防疫专则旅馆 离我们原地目标进度 已经完成超过六成 北市防疫旅馆专则旅馆双双构级 市长亲自下达征兆令 就怕疫情高峰还没到 收支量能已经先被压垮 记者黄平杨越达台报道